第二部 德州扑克 歡迎大家回到艾爾達職業電競聯賽 接下來就是大家眾所期待 教練 團體 2v2 對啊 這次二打二號 我們看到這個帕克教練 帕克的階級目前在台服是鑽石 我們先看到是大妹教練 大妹不要小看教練 教練非常的厲害 大妹是忠實 而且他在2009 WCG4 是台灣區的第三名 對 辛亥真霸1的部分 所以辛亥真霸1 來到特輸著名辛亥真霸1 接下來看到的是 DS的杜育昇 大家對他一定非常熟悉 不過教練非常厲害 他是2010 WCG-SCE的第二名 以及我們的次業 更不用說了 帥哥教練大家都認識 最有名的就是 他是去年我們日本冠軍 對 沒錯 從日本回來的 哇 這場比賽陣容非常豪華 有四大教練 有我們的四葉教練 Bus 杜育昇教練 還有我們的大妹教練 以及神秘的黑馬 帕克教練 這四位選手 不知道Sobay可以幫我們分析一下 就是大家的實力 跟這兩隊 到底誰獲勝機會比較大呢 對 現在已經看到了 是由我們的華藝的Bus 以及我們還有Liv 取得Liv教練是在同一隊 那另外對抗的則是 韓噴噴機的大妹教練 大妹教練 大妹教練 幼身鋼鐵人的帕克教練 那這一個陣容喔 我們在賽前其實雙方喔 已經經過一番的討論喔 其實在分組方面來講 真的是非常的頭疼啦 因為誰都不想跟帕克一對 哈哈 Sobay你這樣講 太直接了 怎麼可以這樣說 其實帕克教練 對星海有非常的熱愛 不過在賽前有訪問過帕克教練 帕克從一代就有玩 而且已經等了 我們二代等了十年 中間聽說不出 他還難過了很久 對 沒錯喔 帕克也是一個老玩家 我們來看一下 雙方都是一個神族加人類 對抗神像的 兩邊是一樣的一個組合 那比的就是硬底子真功夫啊 比的就是硬底子真功夫 對呀我們首先看到 我們這個是一點鐘的方向 這一個 這一個是我們 大妹教練 這個是大妹教練 這是大妹教練 紅色的神族 一點鐘方向 那他的隊友 就是我們的帕克教練 是在我們的 這個是四點鐘的方向 那這個是 粉紅色 粉紅色的人類 粉紅色的人類 他們是人隊的 緊接著我們看到 這個是十年鐘方向 這個是德是華裔 華裔的德是德 這個是教練 我們的神帝 也用神族 對神族 藍色神族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 四葉拉 Leaf Leaf教練 就是熊的Leaf教練 這個是7點鐘的方向 是我們 淡藍色 青色的 青色的人類 使用青色的人類 這是我們 第一次嘗試轉播團體賽 第一次嘗試轉播團體賽 而且 第一次 教練出賽 對 第一次教練出賽 其實教練的實力都相當不得了 相當不得了 其實所有的 星海的教練 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玩家 轉變而成的 在賽前的時候 我對 就是 教練們有做一些小小的訪問 陳收貝討論的時候 我就說 欸 那個 四葉教練 他是WCG 200X年的第三名 收貝就說 你一定記錯了 因為從 2001 2002 2003 我都是第一名 我都沒有看過他 他怎麼可能是前三名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2004的第三名 對他是2004的第三名 而且我2001是 亞軍 2001是亞軍 自己承認 對沒錯 那看到這邊 雙方 前期都要做一個封門啦 正常的開局 大家可能會想問 團體戰 團體戰 該怎麼打 大部分都是會 主要是一個基本兵的配置 我們看到這是二兵營 二兵營的一個開局 這邊的話 這是我們家的 喔 這是我們的 樂森鋼鐵的 PAK教練 PAK教練 對PAK教練 我一時間 認不出人了 粉紅色的PAK教練 對我們的粉紅PAK 這邊則是 橘子的事業教練 事業是藍色的人族 對沒錯 欸 在團體戰方面 剛剛蘇貝爾有講過 團戰就是要海基本兵 會以一個比較大量的基本兵的配置 會是比較常見的 這款是二打二 三打三四打四 都是這個樣子 其實在 三打三四打四 是更常見的 更常見 就是海戰的基本兵 對更常見 因為當對方三四家的基本兵 過來的時候 你一家是很難做一個防守的 必須要做一個協防 我們看到這邊 蓋了大量的兵營 過來 這個是LIF教練 橘子的LIF教練 就是他就是正要做 所以我所被說的 他正要海基本兵 對 都是要出一個基本兵 這邊也是好 這邊PAK也是選擇一個基本兵 那神族這邊的話 前期是一個單兵營 會先升級空間之門 一樣升級完空間之門之後 就是要海基本兵了 只有一個兵營要怎麼海基本兵 對所以要多蓋一點 對現在要開始多蓋一點 不過等一下說不定會有一些 出人一表的一個戰術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表演賽性質 雙方會比較 火藥會沒有那麼重 我們看到一個士兵 五兵營 第五個兵營都要蓋下來了 第五個兵營要蓋下來了 哇初期就是一個五兵營 非常凶狠 對啊 師爺教練怎麼這麼殘忍 雖然他是日本冠軍 也不可以這樣欺負大家 對喔不過這個喔 主要是 他得失敵的組合 其實是相當相當強大 我對 這個是 神帝杜玉森教練 我要特別提到一下 在賽前就是前兩天的時候 我有訪問過 帕克教練以及事業教練 有問到他們最想 跟哪一個人當作隊友 都回答了 他們最想跟台灣第一神組 杜玉森教練 就是德爾斯來當作隊友 所以他是一個 非常強手的隊友 對非常非常強手 齁我們來看看 有沒有發揮出他的身價 現在是一個士兵營 果然是一個士兵營 他兵出來現在先出門了 公兵溜了進去 要做一個集結兵力嗎 團體戰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 跟我們的隊友 就是 做交流跟聯繫 因為既然是隊友 我一定要說 我要海基本兵 你也過來一起幫忙 或者是我海基本兵 你在家裡攀升科技 對一般來講 我們都會用打字的一個方式 那不然的話 因為現在只是一個現場 我們直接對著旁邊吼 對著旁邊叫 然後想說 快來人 快Cover Cover 後面倒 後面倒沒有 這個是跑跑卡丁車在出現的 後面倒 後面倒 中路空 我們再一次 對所以 一般來講我們這邊 喔 要出來了嗎 我們看到這邊要做一個防守 另外一邊要做一個前壓了 青色的事業 對阿這邊的話是我們的 華裔橘子隊 首先要再做一個壓制 那這邊桃園樂森隊 能不能守住呢 桃園樂森隊 這邊把陣營要排開了吧 我們看到對手已經出門了 現在正在拉陣型當中 對 機箱兵在發抖 機箱兵在發抖 對 來看一下接下來再做一個防守 這時候關鍵來了 是不是要壓得進來呢 來 來 四葉根本是壓了進去喔 對手了進來 我們的橘子華裔 華裔橘子隊 不要不要兇了 今天要進來 我們這邊的拼力刀們 都是哨拼 好像守不在一處 什麼 守不在一處啊 哈克教練沒頭揍得起來 等一下 對完了 不是說好 過了20分 在攻擊嗎 沒有好了 我對我隨便講了 來我們這邊直接壓得上血坡 哇 這邊的話 我們的考驗垃圾隊 非常危險 我們首先被打了 這個應該是呢 哈克教練 是大妹被揍了 大妹教練 現在是直接被壓得進來 大妹教練 對直接被壓得進來 這個拼力 應該是守不住啦 我們大量的基本兵 直接壓進來一個情況之下 這個時候隊友 是否應該要出手相救呢 我們出手相救 但是其實家裡的兵 也相當不足啊 我們的機箱兵 壓得過來 但是在門口 先打到對手的一個 水晶打 但是這一個拼力要進來 不是開玩笑的 兩國的確定 哇 這也不要亂過 天啊 直接起進來了 停電了 主抱也要被開了 救命 大妹教練在此 攻城身退告一段落 可以到旁邊休息了 大妹教練表示 心情非常低落 對那緊接著 緊接著 戰況應該就是要直接來到 直接要壓到 到我們粉紅色 帕克教練家裡 對 帕克這邊選擇是二況 二況開局 然後在前期兵那麼少 我們選擇的是一個搶二況的開局 那這個拼力要直接上前波 立場放置 要 帕克教練有救嗎 這個應該是用沒救的齁 這是沒救的齁 拼命 拿進來 打出了GG 打出了GG 是由我們大妹教練 打出GG 這一場 教練2V2表演賽 勝利的是我們的 華裔 橘子聯隊 華裔橘子聯隊 教練聯隊 教練聯隊 華裔橘子教練聯隊 華裔橘子教練聯隊 所以這場比賽真的感到非常精彩 這是我們第一次轉播2V2 所以感覺非常的 刺激跟新奇有趣 不過在稍待一會 稍待一會呢 我們會訪問到最有一個選手 請大家再回到我們愛爾達電競聯賽